最新的跟著陽明大學合作研究拼甩弓 他的腦波 還有拼甩弓的自律神經的研究 拼甩弓的特別點是在 它是在動態情況底下出現的阿發波 所以是一種動產 張開眼睛還有阿發波 然後持續30分鐘 可以持續30分鐘 各位全世界 在觀賞我們拼甩線上直播的朋友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好 今天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大家可能發現到 我們今天這個不僅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來參與這個線上直播 而且我們在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哪個地方 梅門大義山莊 大義山莊是李鳳山師傅的道場 這裡提供有助術養生修行術食 歡迎大家一起來 哇 感覺起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是 那我們今天就我們兩位來談談一個 關於 平甩弓的科學實驗 這樣一個話題 據我所知 你是楊康熊之前也在學術界服務 對我是台灣大學森林系博士畢業 然後在宜蘭大學教書 是是是 然後來道場丹林役公約20年的時間 是是是 現在在看南大學教養生器工 那我知道你在這段時間 因為你科學的背景 所以你有涉入到這個 平甩的科學實驗這樣的事情 是的 那你能不能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從這個科學實驗是什麼 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 平甩弓的研究應該在30多年前 30多年前 我們國家科學委員會呢 召集了我們國內一批電機物理 醫學方面背景的專家 是 然後邀請李鳳山師傅 共同參與氣工的研究 那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研究這個人體氣的外放 是 以及它對這個生物細胞的影響 那氣的外放就是我們從儀器可以直接量到 氣外放的時候呢 手掌掌心的溫度會改變 是 皮膚溫度會改變 哇這個儀器可以測量到這個 正經測是等於打破人的這種所謂這種 一些生理的一些 調節這種的限制 是 能夠用腦袋去控制漲溫 是 就跟我小小說一樣 哈哈哈 師傅持續參與這樣的科學計畫呢 從頭到尾應該有進行了十多年的時間 是 而且取得很多特殊突破性的成果 是 像譬如說用這個發放的外氣呢 它可以培養細胞 把這個細胞給培養起來 那也可以用這個發放的外氣 把這個病毒 是 細菌給殺死掉 那怎麼可以有這樣不同的結果 這個是在修令很高 非常高的層次呢 它所展現出來一種特異的現象 是 那所以說當我們心存一種慈悲之心的時候 一種善念 對 它就可以培養這個細胞 是 那當我們要去抑制它的時候呢 像病毒啦 細菌就會被抑制掉 甚至於它的DNA RNA都會被打斷掉 當時他們也有邀請師傅李鳳山師傅呢 進行一連串不同氣功狀態底下腦波的現象 譬如說像是有這種在入定狀態所出現的腦波 或是放空 入空的狀態底下所出現的腦波 或者是說在持咒 在各種狀態底下 還有就是大小周天循環的時候呢 所出現的一些特殊的腦波 大小周天循環 都可以測量得到 據我所知 好像我們也有國外的人找我們出國去做實驗 有 是在找 其實有這個日本東京大學 也是邀請師傅 還有帶領我們的弟子 一起到東京大學進行腦波研究 是 當時測量的腦波結果也蠻特別的 是 他量到的是在這個DELTA DELTA這段腦波有一些特異的現象出現 人體的腦波有幾個波段 那DELTA它是屬於非常低頻 大概在0.1到3個Hz之間 那這一段是屬於無儀式的層界 所謂無儀式的層界並不是說你睡著無儀式 而是說在這時候腦袋已經接近到一種放空的狀態 那他跟一個人的這種直觀力 就是這種像DELTA以外銜接的這些訊息是有關聯的 那像現在這種時代 大家每天這個生活步調這麼快 對 然後壓力這麼大 非常需要評分 我想這個應該沒有辦法出現這種腦波 這個一定要靠修煉才有辦法 是 而且這個可能要修煉好一段時間才有辦法 其實倒也未必 因為拼甩工它非常特別 當我們在鍛鍊的時候 他一般人很容易會出現一些特別的腦波 這是我們近期 最近在跟陽明大學所做的研究 是是是 後來近期開始我參與的就是像這個國內的護理學院 他們在針對更年期婦女所做這個拼甩工的研究 是是是 那發現說在練習拼甩工的時候 可以大幅改善更年期婦女的一些不適的症狀 是是是 好像這些東西都已經發表成 有一個碩士論文 甚至還有這個 發表成期刊報告 還有這個期刊報告 是的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張的圖片是講的是在睡眠 是 整個實驗它收集到這個足夠的樣本 你就是有收集到足夠的人數參與這個試驗 然後完整收集三個月的拼甩資料 那這個過程可以發現到 拼甩工在練習到一個半月的時候呢 有練拼甩工和沒有練拼甩工的人員 他的這個更年期的這些症狀 就開始獲得改善 譬如說這個失眠的開始就變成比較不失眠 是是是 但是我們發現到當他練習到三個月的時候 這個效果就非常顯著 是 有練拼甩工的婦女呢 他們這種失眠的困擾就幾乎完全改善 是是是 所以這是個很特別的現象 可以再看下一個這個心肺功能 是是是 因為通常我們講說這個心肺功能呢 它會影響到我們許多生理的一些現象 是 所以我們發現說在練拼甩工呢 它可以大幅的改善 是 更年期婦女的心肺功能 是是是 那這功能我們定義的就是 他的呼吸會順暢啊 他的這個肢體的循環會變好 那同時因為 末梢的情況 末梢循環這些 那這些改善之後呢 他整個生理一些不適的現象 自然就會獲得改善 是是 好那這個裡面很重要的 大家剛剛有聽到嗎 就是 他們從他們做了一個前期的測量 中期然後還有後期 那大概是還沒練之前 然後接下來是 六個禮拜 接下來就是三個月 十二個禮拜三個月左右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這個 叫做百日功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是的 那所以他們發現 六個星期以後就開始有一些變化 然後十二個禮拜以後就非常明顯的 沒錯 一個改進的現象 所以這也驗證到這個練功 就是要下功夫 是是是 八十天下功夫 一百天 對 那這個 我們說這個科學的實驗 科學的研究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要 要能夠被測試 對 而且它要再現 對 那再現以後 而且它要這個叫做 在不同的地方做 都要能夠做得出來 是的 就普世的一個結果 所以任何時間都要能夠再驗證 所以 這個實驗 這樣的一個實驗 據我所知 事實上後面還有一些後續 是的 那能不能再談一談 剛剛你有提到說 這個關於腦波的這樣的一個實驗 這個是我們最新的跟著陽明大學 合作研究拼甩弓 它的腦波 還有拼甩弓的智力神經的研究 是 那我們發現說在練拼甩弓呢 它在動態的狀況底下 張開眼睛的情況底下 它很容易去量到這個頭腦出現 Alpha波 這個形成 Alpha波 剛剛我們講的是那個叫Theta波 對 那個是更短 Delta Delta是更低頻的 那Alpha是在8到14個赫斯 對 所以它是頻率比較高一點 那它也是屬於人在這種放鬆 或者是在這種 入定狀態底下 它容易出現Alpha波 尤其像我們在靜坐 靜坐的時候呢 就會量到Alpha波 很特別 尤其是張開眼睛 還有Alpha波 然後持續30分鐘 可以持續30分鐘 對 一般普遍大家練習說 三個月 或者是說幾個月之後呢 很容易就測量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是 所以說 拼甩弓它對我們所有人來講 它是提供一個普遍 一般人 大家都可以鍛鍊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是 哇這個實驗 我想應該給大家很多很強的信心 是的 你看喔 即使外面有影響 眼睛張開 或者是你身體在動 哇你的心可以保持很穩定的一種狀態 就像人家在入定狀態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 測量這個拼甩弓 有去研究它自律神經的這個改變 那主要就是測量心跳的狀況 叫做心跳變異率 那它可以反映出人體自律神經的 交感和副交感神經的特性 還有就是你自律神經的活性 那我們發現到說 有練習拼甩弓的輪呢 它的自律神經的交感 副交感容易達到平衡的現象 而且它的自律神經活性會提升 這就代表是說我們在練功的時候 真正可以達到一種心平氣和的現象 是是是 交感神經據我所知 就是那種讓大家能夠刺激你 就是讓我們現在開始努力工作 那副交感神經就讓你能夠放鬆 對 消化系統變好 那不過我們知道這個 所有東西都必須要平衡 就好像我們中國人 之前我們在我們的直播裡面 也提到這個陰跟陽這樣的一個平衡狀態 對 就是陰陽太極 陰陽 所以這中間又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就在練拼甩弓的時候呢 我們腦袋會穩定 出現α波 然後我們的心呢 能夠自律神經平衡 讓它交感副交感達到平衡 所以這個事實上 是在一種心腦同步運作的狀態之下 是是是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發現 我們在練習平甩弓的時候 剛才分享過 可以出現α波的腦波 是 還有就是這個自律神經系統 它會變得平衡穩定能量增強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可以讓我們這個自律神經系統年輕化 是是是 像譬如說舉一個例子來說 以我來講 我今年58歲 對 那我 難怪你有這個 頭髮都白了 那我測量出來 整個自律神經的這個活性 放到這個大數據去比較 我是25歲的這個族群 所以 所以練功的人問說 請問您幾歲 有身分證的年紀 又有生理的年紀 就是身心狀態所展現出來 真實的年紀 身分證是58歲 那我的身體是25歲 這個真的是這個 永遠年輕的代表 對不對 不過這個是都是要靠鍛煉出來 現在整個科技儀器 還有我們想說這個網路系統 這些傳輸的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測量 基本上它已經進入到 AI和IoT的這樣的一種 網路更不要講 對 就是你進入到一種人工智慧 還有就是物聯網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 除了這個設備 它已經輕量化 可以穿戴式的 然後不需要很多的接線 已經是無線傳送 而且直接送到這個伺服器 然後經過這個人工智慧判斷之後 直接輸出整個一些判事的結果 給我們研究人員 然後再回到人的這一端 進行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它已經實現了這個IoT AI IoT這樣的一個整個系統 是 所以這個就會 就是如您剛剛所說 它可以做一個大數據的一個比較 對 我之前聽您說過說這個 你們班上有很多年輕的女孩對不對 是 年輕的女孩 她們是不是練功 也有一些很不錯的一些效果 所以像剛才我們講說這個 現在的女性 壓力大嘛 對 所以容易造成她的經期不順 當然這個跟所謂的飲食習慣也是有影響 可能說他們喜歡喝冰水 或是吃一些私人的食物 以及再加上這個生活工作整個緊湊 所以很容易在經期來的時候 會很不舒服 出現的症狀就會更不舒服 因為我也是去上課才去了解到 原來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有的會痛到滿地打滾 有的必須吃止痛藥 對女性來講是很大的一個困難 困難 但我們發現說在這個練平甩工的時候呢 平均來講如果她每天練 或者是說她每個禮拜有練習到兩到三次 是是是 大概可能一到兩個月 大概三個月之後呢 都會有極大的改善 是是是 所以你自己也已經在收集這個所謂大數據了 對 因為每次學生要寫報告嘛 報告上他們就會寫說她練功她的身心的效果 是是是 她會把她給寫下來 是是是 那當然也有些人他們會容易說 在練習平甩工的時候 甚至於去啟發到她一些這種 所謂的更高一種靈性的產生 是是是 現在的學生通常他們的壓力 壓力除了說是課業壓力呢 還有所謂的工作壓力 看手機有沒有壓力 手機絕對有壓力 好像是一些這種朋友群社交方面的壓力 是是是 那平甩工除了幫助她的身體能夠更健康放鬆以外呢 事實上對她的心境能夠產生很大的一種 祥和的一種效應出來 是是是 如果這個年輕的同學 他學了平甩工之後呢 回家就說要交給阿公阿嬤 交給爸媽 是是是 所以事實上從這一點來看呢 平甩工它可以打破所謂的叫做 GAP 打破所謂的這些世代的隔閡 對對對 代溝 代溝對 代溝對 所以可以讓人跟人之間有更多的這種聯繫 像現在是這個疫情時代 那大家幾乎每個都居家隔離 或者是說 縮小我們的這個活動範圍圈 是是是 但這時候沒有關係喔 只要大家能夠練平甩 是 透過我們的線上直播 對 一樣這個訊息也是會傳送到雲端 是是是 形成一股這個散的力量 所謂的蝴蝶效應 從這一端傳到另外一端的這樣的一種現象 想說一念的散念念的散 是是是 所以就散散推成 其實拼甩工它也累積了不下上萬種的這個案例 是 所以我想這個在以現代來講的話 拼甩工它是提供現代人在這種身心 是 在這種斷練上 是 一個很好的一個指引的方向 像我們剛剛回到剛剛這個叫更年期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至於我們怎麼樣從它的背後來瞭解 為什麼練習拼甩可以 可以得到這樣的產生這樣的一個成果 好的 那像我們其實更年期不單是只有婦女同胞 男性也有更年期 是是 是不好意思氣齒 沒錯 那我們拼甩工對更年期它的改善主要還是在於改善整體的這個自律神經系統 還有就是內分泌系統 是 以及所有這些脹腑器官它們協同運作是整體性的改善 是 所以更年期它事實上應該看成是一種人體系統所出現的一種階段性的一種現象 是 所以它產生了一些混亂的狀態 混亂的現象 像它的 不平衡 控制系統混亂 內分泌 內分泌系統混亂 然後它的脹腑的器官運作混亂 那這時候其實就是要有一種整體性的一個方法 能夠讓它去調整回來 是是是 我想我們在練習拼甩的時候我們也常常強調就是說 它是一種身體的調節 而不是特別針對某一種病症 是整體性的 所以這個調節以後呢 自然而然這個整個身體就健康起來 那病症也就不見了 沒錯 那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拼甩工它對我們身性的體症呢 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經驗 是是是 分享一下 那第一個我在還沒練功之前 我沒有速食 但是因為在練了拼甩工之後呢 就會開始自動變成速食 據我所知 你之前還有抽菸的習慣 對 抽菸 我們知道說我們這一般人在這種飲食啊 這些吃喝或者是吃藥這些狀況底下 當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些東西就流成在我們的體內 是是是 因為剛才你講到抽菸 那就分享這個抽菸的換進過程 是是是 因為抽了快20年的香菸 所以雖然練功之後沒有抽菸 但是當時的這些這個菸油啊 泥骨釘啊 還是累積在我的這個廢腔裡面 所以當我在練功的時候 大概經過這個一年多的時間 好 然後開始我這個產生太患 所以在這個右手的這個箭子這個地方呢 就開始會冒出煙的味道 喔 它不是冒煙是冒出煙的味道 煙的味道 然後這裡會變成黃黃的 所以從這些毛細孔裡面 對 很細微的這些部分 會從整個等於人體內它所累積的這些 一些 慢慢的把它推出來 會被企劃 企劃之後再透過我們這些經絡管道呢 往外端給輸送出來 是是是是 所以在經過這樣一年多的這個太患之後呢 我們自己可以感覺到 我在廢腔裡面的這些菸油啊 尼古丁之類的 它就整個被給企劃 開換出來 是是是 那我還有一個幻境的體驗也很特別 因為讀森林系 所以我的左腳被開山刀砍過 蛤 這麼樣的一個特別 應該是劍到骨頭的刀傷 蛤 那整個這個傷口縫合起來 之後在膝蓋上就形成一個突起來的刀疤 然後裡面的神經當然就被砍斷掉 所以摸起來就是懵懵的 哇 這很嚴重 對 那後來雖然說是癒合之後呢 留下一個刀疤嘛 後來在練功過了幾年之後 發現到那刀疤裡面開始癢癢的 癢癢的去留它之後 後來一段時間出現一個破口 就會流一些濃或湯出來 那流完之後我發現一段時間 我那刀疤竟然平整下去了 就是說整個刀疤平下去變成一層皮 然後裡面的神經再摸下去 有知覺 表示神經被接回來了 原來是沒有知覺 對 你說懵懵的就是這個意思 對 從這裡可以看到我們人受了一些傷害 一些外傷或是一些創傷之後呢 所長出來的癒合組織 事實上它細胞是混亂的 是 然後它的神經也是斷掉 神經斷掉 是 但練平甩工 因為它整個這種 太患的效果呢 能夠把這些受傷的地方的細胞 重新排列組合 整齊劃一 所以讓這個傷口可以刀疤平復下去 同時呢 讓這個神經可以再接回來 那這是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因為我自己學這些這種自然科學的 這對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震撼效果 我們講到這個平甩 對應到一個物理現象 就是一個叫做簡邪振動 然後產生了一個很穩定的波形 而是它慢慢就會讓你整個身體開始 每一個小部分 是 開始有一種共振的現象 是 然後慢慢的就是可以連結到 你剛剛講的這個叫做整齊劃一 整齊劃一 所有的東西開始重新的排列組合 對 然後再用整體來帶動的這個小部分 是 所以這個 師傅也常常說 這個 對這個不好的地方 不用特別的去在意 要 不斷的去加強你身體的好的部分 對 就是隱惡陽善 隱惡陽善 這個是我們 中文的成語 這個非常有深意 是 因為我們最近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個關於肺的產生一些病變 是 我想師傅有特別提到 特別強調 平甩在這個時間 一定要多練 對 因為透過這個 從外在 從我們的醫學層次來看 透過橫隔膜的振動 是讓它振動到你的肺臟 對 所以很深層的一些 像一些濃痰 透過振動肺臟 這濃痰都能夠把它排出來 是的 今天很高興 大家能夠跟著我們一起 來探討這樣一個科學實驗的 這樣一個問題 這個亞中師兄 透過他自己本身參與的 這個科學實驗的過程 告訴我們很多 能夠讓大家能夠 更有信心 能夠來持續練平甩 大家敬請期待 我們下一期的這個節目 我是何昌明 那今天我們 梁亞中 梁亞中 那我們兩位這個 有科學背景的 今天湊在一起 很高興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 高一段落 謝謝亞中師兄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透過平甩 大家都能夠得到健康 好 謝謝大家 再見 再見 好